我們去到關於市場營銷的角色的第四節 我們之前已經提及到關於市場營銷的概念 有甚麼重要性,究竟市場營銷是甚麼 以及我們講到市場營銷計劃時 我們如何去有計劃、組織、執行 以及如何監控的過程 今節我們講到市場營銷角色的第四節 其實要去強調有四組不同的公司 究竟市場處於不同的階段 究竟要如何制定自己的策略 這就是我們會講到的地方 不過會比較多一點,所以也要辛苦 可能今次要聽多些才行 我們有四組不同的公司 第一組公司是市場領導者 我們講到市場領導者是甚麼意思 即是代表它在市場上 它的佔有率已經是一間很高的公司 當然,市場佔有率可以有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行業,有不同的定義 例如你在日本的電視台 其實十多個百分之的收視率已經很厲害了 但香港,你沒有九成也不算厲害的 例如你見到TVB 它就叫做市場的領導地位 它真是市場的領導者 作為市場領導者的時候 究竟它可以怎樣去做 能夠令到它的特色更明顯呢 能夠賺取更加多的收入 能夠滿足到它那些不同的持份子的要求 尤其是能夠賺取更加多的錢呢 第一件事就是要拓展整個整體的市場 因為別人都認識你的品牌 因為大家已經知道 你有一個TVB品牌的存在 所以當你想著要去賺多些錢的時候 就是更加發揮你現有這麼具優勢的品牌 能不能夠將整個業務再推廣呢 譬如當我是TVB的時候 如果我是TVB的老闆 我會想的地方就是 我可不可以將香港的電視劇 能夠引進到東南亞呢 當然以前是做得到的 現在就不一般的 因為被韓國的劇集 被日本的劇集打低了 但問題就是 我可不可以能夠把握中國大陸的優勢 把我的電視劇放入大陸呢 這個也是你整個擴展整個整體業務 整個整體市場上的一個重要的地方 所以你看到呢 其實TVB有時候可能覺得很霸道 但你想想一個問題就是 他做了一件事 其實看到好像當日這個香港電視網絡 他打算有個名叫HKTV 他要將品牌都買進來 其實希望可以令到市場上的人 不要那麼混淆 知道原來一個香港只是一個TVB的 所以跟TV有關的東西 都是我們叫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的業務 其實雖然他霸道 但從一個市場領導者的角色裡面 其實他這個做法非常合理 因為他要去擴展市場 當他擴展市場的時候 甚至乎應該要更加善用自己的品牌 好了 另一方面就是 我們說有什麼例子可以做到 比如你看到Intel除了TVB之外 Intel它做了一件事是什麼 我們說TVB可能運用一些霸權 運用一些做地位的優勢 但是Intel的做法是什麼 你要記得如果你玩一下電腦都知道 其實Intel不斷地有些不同的新的技術 能夠令到那個處理器更加快 希望可以能夠運用這個處理器的技術 來能夠可以幫到它那個市場上面得而建立 比如你看到Google也有個例子 Google它可能開頭的時候 只不過是一個叫做搜尋器 但是今天的Google已經不是一個搜尋器那麼簡單 它可以是一個文書處理、文書寄存 你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或者譬如你敢住 一地方你不懂得怎麼去 你可以找Google Map 這一類其實整個的 我們叫做業務的拓展 或者甚至是新增的業務 就令到Google的品牌 可以去擴展一個不同的 我們叫做層面當中 能夠將它的顧客群大量去擴大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 這個擴展市場裡面的例子和方法 那當然了 其實你已經是整個市場上面最厲害的一家公司 但是這個已經可能是今天的情況 或者是十年前的情況 那究竟你能夠繼續去保持呢 其實作為一個叫做 我們叫做市場領導者的角色 其實你不單止要去擴展自己的市場 另一方面就是你要去保留 或者保持現有的佔有率 因為其實你會見得到 你那個公司如果是在市場上做得很好的時候 那就是賺很多錢 自然就會有新的競爭者去加入 他提供的產品或者服務 可能是會比你現有的產品或者服務更加好 或者能夠滿足到一些 你現在滿足不到的客人的需要 那究竟如果出現這個情況的時候 你怎樣去回應呢 而能夠保存你自己的佔有率呢 都是一個重要的一個課題 我們說保存節目裡面有些什麼的例子呢 其實你看到可可樂在汽水的市場 已經是一個很高很高的佔有率的公司 他要令到自己的公司 他的業務能夠做得更好 除了我們上一節的時候提及到 他推出一些新的產品 Code Zero的產品之外 他也有做一件事就是 可以令到那些顧客更加方便去買他的產品 你看到其實可可樂有很多不同的汽水機 其實還有的就是可可樂都跟不同的公司合作 希望可以在他的公司裡面買到可可樂的產品 例如麥當勞和可可樂建立的關係 其實是一個互補的情況 就是麥當勞只要越開得多 因為他用的汽水是用可可樂的汽水 結果你會留意得到 兩間公司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品牌效應 其實也因為麥當勞的發展成功 是能夠令到這個可可樂能夠阻止到白色的挑戰 這個也是一個重點 好了 還有的是什麼呢 還有的是 除了抗展現有市場 整個整體市場之外 就是就著你的佔入率上面可以去增加 增加佔入率的時候 其實其中一個方法是什麼呢 可以做多些不同產品的種類 其實剛才我們也有提及到這一點了 比如說有什麼的例子可以去做到呢 其實我們在說的不單止是抗展你的市場 不單止是抗展到你的不同的產品的種類 有一個大的改變 其實更加可以的是你去做一些我們叫做接近 這個增加產品的種類的時候 我們在說的是一些接近的產品 其實跟剛才我們所說的Google的例子有些不同 Google的例子就是做過這些產品 比如包括它有些數據上面的銷售 其實它叫big data的銷售 其實它已經是跟它自己的那個叫做 是搜尋器的業務有幾大的不同 但是如果我做開同一種產品的時候 我能不能夠把這種產品 有少少的品牌上面的延伸 來令到我現有的現在的戰略能夠提升呢 它的例子就是 如果你說這個高露傑呢 其實它也是做開牙膏 它一直做開牙膏的時候 其實它不單止是一種牙膏了 譬如這些叫抗敏的牙膏啊 小銅牙膏啊 或者有不同的效果的牙膏啊 這些都是做回同一種的產品 但是將這種同一種的產品有不同的變化 而這些變化能夠令到它的佔有率能夠增加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 是這個叫做增加市場佔有率的一種方法 再給你一個例子就是很多不同的 譬如說說雷斯 其實它都是做開避孕套 但是它做了不同種類的避孕套 其實這個就是增加市場佔物率的部分 不同種類包括不同尺寸 但是也另一方面就是有不同的滿足感 這個我們叫做 或者是有些不同的大小 不同的尺寸 不同的厚度、薄度 這些其實是能夠滿足到不同的顧客的需要 這一類就是和第一點有不同 第一點就是做些不同的產品出來 但是第三點就是 都是做些不同的產品 但是不同的產品的情況 不是那麼明顯的 它都是接近、都是相似的產品來的 你去到希望可以是能夠增加這種產品的種類 能夠滿足到不同的消費者 但是那種產品 新的產品和原本的產品是比較接近的 OK 好不好 而有市場的領導者 當然也會有市場的挑戰者 這些挑戰者其實它會做些什麼呢 其實它的佔有率 比起那個叫做市場的領導者是較低 其實它不是小眾的 它只不過是沒有本身那種產品那麼厲害 OK 那這個情況 譬如說 如果我當可可樂是一個市場的領導者 白市就是市場的挑戰者 如果白市要去挑戰的時候 那有什麼可以做到呢 首先第一點就是 如果領導者它不能夠挑戰成功 或者不能夠攻擊得到它呢 你不用說你要去取代它的地位了 所以你看到呢 其實第一樣東西它做的就是 要攻擊現在市場領導者當中呢 它有些什麼是不足的地方 然後呢 可以佔它或者搶佔這個領導者的市場 那譬如有些什麼情況可以做到呢 譬如你看到 Circle K呢 它其實相對來說 不是市場上的領導者 因為它的佔率比71為小 但是Circle K就要 在看到71有些什麼不足夠的地方 譬如好像你看到 Circle K其實呢 它的產品相對來說 是比較貴一點的 就不會像這個71那樣呢 其實那個產品沒有那麼貴一點 或者甚至乎 你看到它可能看這個雜誌的時候 其實那個位子沒有那麼寬闊的 而71又是做到不好的 那它就要去做好這個工作 希望可以能夠攻擊 透過攻擊那個市場的領導者呢 搶佔那個市場 OK 那除此之外 可以還有些什麼呢 除了要攻擊那個叫做 最主要的對手之外呢 其他較弱的對手 你都要去攻擊它的 因為如果你去拼購其他較為小的公司 你都能夠將你自己本身的佔率增加 你都可以透過這樣去做法呢 是能夠令到你整間公司壯大之後呢 都是可以能夠去成為一個新的領導者 那怎樣可以做到呢 有什麼例子呢 譬如好像我們說的 這個Share OK那樣呢 它呢 就去用這些紙巾呢 可以送給那些買報紙的客人 那其實這樣做呢 是直接令到一些賣報紙 或者賣雜誌的店舖 一些小型的店舖 那些街邊的檔口呢 其實不能做的 你買報紙又送包紙巾 是不是 又賣的環境又方便舒服 又好 又可以讓你去試看那些雜誌 相對來說 一般那些小型的商店 根本做不到這件事 那它又跟你一樣送紙巾 它根本上呢 要增加了它的成本 又要跟你一起減價 那根本上都不能夠有足夠的資金 或者彈藥 或者賺不到足夠的利潤 去跟你競爭的時候呢 那這些對手倒閉了 那它便成為了市場上面 它可以吸納到 本身幫襯開一些較弱對手的產品 那些顧客 能夠令到它自己本身壯大 這個就是第二點 好了 我們說 除之外呢 都還可以有一件事 就是關於市場的追隨者 剛才說的是挑戰者 當是二哥 那追隨者是什麼呢 追隨者就是說 其實它現在的市場佔有率很低 但是低得來 它又會很滿足於它自己 現在的佔有率的 而它相對來說 它沒有那麼多的資源 是能夠去擴充它自己規模的 那這一類就叫做市場上面的追隨者 那你說追隨者裡面 那有些什麼可以做得到呢 那其實簡單啦 那如果我是追隨者的 那我就跟這個主體的產品 有些什麼可以做到 我跟著它們做到什麼 我不是去它做什麼產品 我就做什麼產品 譬如以前我們說紙巾的時候 那麼我們呢 當然啦 Tample是很耐人的品牌 但是在我很小時候 Tample是沒有那個貼 就是讓你可以開 讓你可以關掉那個貼 那後期的時候 當Tample做到了 我是一個很小的追隨者 我就跟著你用那個貼 當然啦 有些追隨者做得不太好 或者甚至一些 你看到這裡 我寫出來的品牌 都是比較養衰一些的品牌 但是其實它們都有做這件事 現在連翻版的紙巾都要做這件事 那這個呢 就是市場追隨者裡面 其實其中一個策略 那還有的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叫做市場的補缺者 那什麼叫市場的補缺者呢 就是其實它們呢 做一些我們叫做market niche 就是它們做的產品呢 其實是非常非常小眾 譬如好像最近 Jimmy Oliver呢 來香港開這個餐廳 那他那個餐廳很小眾 因為有什麼餐廳 是不用大陸的食材呢 就是他這間餐廳 而他其實那個企業的規模 由於你是小眾的嘛 相對來說 你也是一個小型的企業 而那些的大型的競爭對手 譬如大家樂 那麼蔡英都傻 不用大陸的食材 可以提供什麼食材 或者不需要成本要高多少才行呢 那這些呢 因為它們有個叫做market niche的部分 因為它那個市場 賺到錢的空間比較小 大型的企業覺得不好做的這些生意 那它不做呢 你能夠呢 可以去掌握到這個市場 那結果是怎樣呢 你可以怎樣去做到呢 這些叫市場補缺者的時候 其實最簡單的地方就是 你可以做一些的產品 而這些的產品呢 是能夠去綁實你那班目標觀眾的 那譬如好像我們說的 有一個叫new balance的品牌 如果真是喜歡做運動 喜歡跑步的人呢 其實是挺喜歡new balance的 但是 喜歡做運動 喜歡跑步的人 未必喜歡穿一雙鞋子出街的 那這個 我們說new balance的品牌呢 其實就希望可以去鎖定一班 是真是做運動 真是跑步的人 他們那個的市場空間 但是真是做運動 真是跑步的人 不是很多的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所謂市場補缺者裡面的策略 希望可以針對一些他自己特定的小眾 希望能夠滿足到他的需要之後 是能夠令到他自己的市場地位更加鞏固 今天一節呢 我們去到這部分 但是你記得呢 我們有說到四個不同的市場上的公司 包括了領導者 挑戰者 我們說追隨者 以及補缺者 他們的策略 我們希望都能夠記得 他們可以有些甚麼工作可以做到 能夠鞏固他們的競爭地位 我們今節到這裏 我們今節到這裏